目前在这个时间阶段 这个名字代表不了什么吗 一场球赛 你踢完上半场领先一个球 你还有下半场要踢呢 虽然我想赢了 但是站在台上 把我的想法给表达出来 其实是一件更开心更开心的事情 后来的表演就是看似没有说什么 但你听多了 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感觉得到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这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是一个80后 就那个时候看韩寒的微博 听老罗有路 其实主要就是被这些人影响 你通过他的文章也好 你通过他的作人也好 他自己又活成了一个作品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正直阳光乐观 这么的一个人 你就跟着学了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说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把我自己想了认为正确的事情 说给更多的人听吧 然后能拿好名次就拿好名次 让我们欢迎骨肝 大家好 我是布兰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你经常 真的这样子 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哎呀 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好难受啊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 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对吧 听这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 听到什么情了爱了 哇一下就哭了 有的时候不光听了情了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一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 就是你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发现男生 从小就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 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哇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不说 是不是应该上去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上去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 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还有什么 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 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就传成真的了 你图傻的 那时候还没学过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的吧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就知道 不能通过捉动的方式 来吸引姑娘嘛 就开始用一些什么 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就开始 有一些过急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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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 为了吸引姑娘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阳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赵四 在那边争取豆艳子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跟我说 他说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踢球好的 不是你这种八河比赛 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那姑娘怎么夸你吗 说昨天太帅了 八河比赛一使劲 拉倒了对面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 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就你跟其他一群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认识没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给姑娘 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喝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光容易醉 都容易吐 这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就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去去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人就好 刚才欣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欣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欣姐就是 低估了我们男性的任性 欣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呀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欣姐在发一个 点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就真的求求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文柔的 最重要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带我们来猜一下票数 非常棒的开场 你们觉得是多少票 145那样我感觉 好 喜欢护兰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3 2 1 请锁票 忽兰 你太高估我的经济实力了 你为啥不行 我姐就已经没钱了 随便去租吧 感觉你卖娃娃很有钱 你这次是不是 有意地注意了一下 原节奏 这次控制节奏 对 这个听上去舒服多 舒服多了 而且他这个话题切入点 我特别喜欢 因为正是我特别烦的那种 你知道吗 他替我说出来了吧 那些话 像什么土味情话 这些东西 平常我就特别烦 这些东西 是吗 对 比雪猫叫还烦吗 雪猫叫只是不太适合我这年龄 不是很烦 忽兰好像你现在是总排名第一名 是 你有压力吗 有压力 如果这场如果你分数还高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非常有机会直接晋级了 当然还有两场的 一场翻船了就翻船了 那个欣姐说他总榜第一嘛 然后说他是不是稳了什么的 就这些选手有两个很神奇的人 忽兰呢是学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的 学精算 然后你们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交大的 本来是程序员的那个彭博那个帅小伙 对不对 这哥嘎天天就算 也不写段子就算 咱们这个分到底什么样 就能夹起来 各种情况全都列出来了 好 谢谢欢迎 谢谢大家 挺开心的三个老师都爆灯了嘛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正常把这股气给顶下来了 非常好 开得很好 顶住了 顶住了 对 顶住了 顶住了 前面其实也有发音 对 他写段子的逻辑性真的太好了 刚才他说那个我觉得就正常人 余老师也说了 就正常人比较容易成功 对 文文喜欢这种吗 我就选直接的呀 肯定是 你喜欢拉条幅的 不是 我觉得 我就喜欢有什么说什么的 肯定不是那种土味情话的 我觉得太不正常了 但我问现场调查一下 就是有当众表白 或者当众求婚 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女孩子会开心吗 不会 太强迫 一旦想拒绝怎么办 那多尴尬 我看过一个视频 那个女儿就把鸡她拿过来 太烦了 特别解痕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忽康的得票情况 太稳定了 厉害 厉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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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